今天我們的來賓啊 他最近因為他的這個身分 所以其實還滿忙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忙碌 可是他又不是醫療人員喔 其實他是 勞資問題的專家 那最近不是很多人 因為疫情放無薪假嗎 我們待會好好跟他來聊一聊 同時也要來看看 他帶了什麼寶貝來 首先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 超強特色的 大鑑定團大千點精品執行長 秦思琳 秦老闆 大家好 珠寶設計藝術總監 廖文良 廖老師 大家好 好 還要來歡迎我們今天的 勞動專家 陳瑞珠 大家好 今天先來看看寶物 因為一排百開 有大 有小 有項鍊 有鑽戒 有手錶 對 所以你自己這些收藏 花了多少時間 當然沒有 因為我平常除了工作之外 生活上的樂趣就喜歡 女生嘛 就喜歡逛街買東西 那這裡面有很多東西 都是我早年 大概二十幾年有了 然後陸續有做工作出差 然後我又喜歡透明的東西 所以我就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買 很喜歡透明的東西 我可以看到 真的耶 這裡不管是墜紙 項鍊 還有這個最大的擺件 都是喜歡透明的 對 但有時候透明要不是高價 就是很低價 基本上在寶石裡面 只要是透明的 它可能價格都很高 對 那再來就是 有一些寶石 要講到透明 然後又裡面明什麼瑕疵 這個東西就非常難得了 我們現在看第一個物件 是個手錶 你自己知道它是什麼材質嗎 就是因為我看了這個節目 所以我大概知道 專家都講這個叫做黃斐 如果沒有錯的話 那這個手錄很有意思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 現在稍微有點沒落東區 早期東區 那個這個我大概也買了 二十年之前有 那時候在忠孝東路頂好 頂好那個商圈 地攤一排都是對不對 對 對 然後我有一天下班就經過 那經過就有一個阿婆 就像這樣擺著 擺差不多 對 她就這樣擺著 然後她看到我就說 小姐... 妳怎麼這麼漂亮 妳氣質很好 妳來住這家一定不錯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 沒有什麼概念 我純粹只是覺得這個阿婆 那麼年紀大了還擺了地攤 我覺得可以買一個 OK 然後她就說 然後她就... 我就說多少錢 她說三千 三千塊 我也沒有殺價 我就買了 所以您這是 沒有 現在是要討生活 真的很難 對 又是阿婆 警察來了 開罰單 對不對 然後下雨 要她躲起來 是不是 這個然後風吹雨淋 賺一點錢 真不容易 像我那天去平溪 帶我太太去那邊逛一逛 對 就突然有一個女生 就賣襪子 我說我們家襪子好多喔 可是我雖然這樣想 我在想 我幫人家也沒關係 就花了一百五十塊 買了一雙襪子 會不會穿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我年輕的時候 也是在做這個行業 我也希望別人能夠侵賴我 給我一點鼓勵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您這個手鐲 您這個手鐲 這個是一個 看起來是黃匪 對啊 那如果黃匪的話 那這支手鐲就貴了 不過因為 因為我知道專家常講 我有學 因為我發現這裡面 好像有一些內含物 是不是假的 這邊就擠了一堆東西 所以這邊很漂亮 這一段很漂亮 對 所以我就想說 這會不會又是逼貨之類的 其實這個我有常帶 我現在擺的這些東西 我平常都帶 真的 因為我的工作比較嚴肅一點 會議多 那有時候我如果是休閒的話 穿著稍微這個 休閒一點 對 休閒一點 養妝我就會帶 我常帶的 是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家常說 不是它價值多少 而在於 它給你多少樂趣 是 我常常說買東西 有一個特別的心情 對 叫做 是啊 你就帶著 你就很開心 它不見得是一個 很貴的東西 你開心的物件 而且當初是 跟一個地攤 他婆婆買的三千元 二十年過去了 我們來看它 是不是真的黃費 好不好 來解答你心中的疑慮 請見下 那果然是逼貨了 這個是這樣 它這個是一個蛇紋石 是蛇紋石 它不是 不是翡翠 不過它還滿漂亮的 可是我覺得非常 黃得非常漂亮 尤其這一段 是 那這個顏色呢 做上去的 做 但是還是滿漂亮的 染色嘛 就像專家講染色 不過 幫助別人 是一種喜悅 我那個打麻將的時候 我就戴 打麻將如果自摸 這個不會斷 因為 不會斷是它硬力度夠高 我覺得 不是 因為它這個 比較有彈性 比較有彈性 若翡翠太硬了 都去擺路邊攤的這些人 是不是要跑給那個警察追 對啊 來都要開髮蛋對不對 對 這些人都寧可不出國 你知道嗎 我們有很多的珠寶 童業的 對 他們如果是在菜市場裡面 菜市場擺邊攤的 對不起 所以你看擺路邊攤的多好賺 是耶 現金收入嘛 而且五本啊 他沒有店面的這個租金的問題 壓力 對 我就到廖老師他門口 開一個地攤 有請假 應該是不收租 對 對不對 幹嘛去租房子啊 跟廖老師他們前面擺一塊 就行了嘛 他也不好意思趕我 對不對 大不了他就報警而已 不過我覺得地攤滿好逛的 而且我們會看 會逛 會買 有時候真的珠寶店 有時候我們還不見得 會走得進去 明天那個前老闆 到我店面來擺的話 我會幫他撐陽傘 天氣那麼熱對不對 天氣那麼熱 好喔 來